说到孙德仁 民众其实不陌生 他堪称是偶像制造机 包括5566 183 Club 都是他一手捧红 而这一回呢 甚至看到他更早之前 还曾经担任过 张雨生 我的未来不是梦的专辑制作人 后来呢 旗下也有 好多A咖艺人 包括罗志祥 跟王心凌 堪称是 演艺圈的金牌经纪人 只是风光一时 现在登上了 社会版面 让人觉得相当遗憾 孙德仁突然现身 前5566团圆徐梦哲 吓得睁大眼睛 赶紧起身 虽然已经和他没有经纪约 但看到前老板就在眼前 还是让他神经紧绷 我们人父很乖 他常常在我最失落的时候 他会开着车子 带着他的小孩跟他的老婆 带我去吃饭 今年55岁的孙德仁 堪称演艺圈中的金牌经纪人 捧红无数偶像明星 近年最出名的就是 2000年时孙德仁的乔杰利公司 所推出的男子偶像团体 5566 歌曲搭配一出出偶像剧 成功创造孙德仁 乔杰利王国 旗下艺人还包括 183club K1 七朵花 还有王心灵 孙德仁在演艺圈的成绩 不止如此 早在张宇生 《我的未来不是梦》专辑 他就已经参与制作 第一支前下的经济约 则是给了摇滚团体 东方快车 就连现在的亚洲舞王罗志祥 走红之前 和欧汉生组成的罗密欧 也是孙德仁旗下艺人 资历背景丰富 但如今却传出涉嫌吸毒被逮 对比过去影响力十足的荣景 实在令人不胜唏嘘 谢谢陈宏斌若仪台北报道